中國復旦大學是排名前幾名的高等學府 徐春英從這裡畢業 七年前受訪透露 他出身上海世家 畢業於復旦大學企管系 之後分配為中國國家幹部 更稱工作性質特殊 有專屬配車 我們主要是在服務兩岸婚姻家庭的成員 也是一個我們跟政府之間的 一個溝通的橋樑 自稱中國國家幹部 徐春英1993年與台灣丈夫結婚 協助解決中國及配偶 在台生活疑難雜政 但對中國來說 儼然成為政治正確樣板 徐春英說發現女兒 對自己身份認同的看法 與他迥異感到非常震驚 於是極力推動兩岸婚姻子女 附路交流 中國官媒中新網便大力引述 2017年陣逢中共十九大 他接受海峽衛視採訪 直言如果台灣不承認屬於中國的話 中國人就不願來台 同年他赴海峽論壇 會晤中華和平發展促進總會主席 吳立華舊式統戰機構 今年六月他也前往上海 拜訪中國樣板在野黨民革 在兩岸相當火躍 那藉著對咱們家鄉的思念 對自己母親的想念 那我們就聯合主辦了這場 母親節的感恩參會 徐春英過去也曾名列國民黨新著名工作委員會委員 現在入列民眾黨部分區 曾任中國國家幹部背景 引發風波 他本人發表聲明 卻駁斥這項經歷 儘管徐春英強調過去推動兩岸交流 未涉及政治 但他的經歷背景 已經引發各界關注 三連新聞綜合報導